你好 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这里是全网讲解古本红楼梦 知焰斋重瓶石头记最详细的频道 周一周五固定更新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一 为什么探春那么无情 二 是什么害了赵姨娘 三 为什么平儿要伺候探春洗脸 在这一集的故事中 无论赵姨娘怎么说 探春就是不愿意多给赵家丧葬费 哪怕凤姐安排平儿传话 说探春可以多给 她也不干 历史上有很多读者也站在赵姨娘一边 认为探春无情 他们说再怎么样赵姨娘也是探春的生母 赵国基在血缘上也是她的舅舅 为什么探春这么无情呢 首先 这不是一对正常的母子 探春从小是假母养的 带玉来了以后由王夫人养 虽然赵姨娘是她的生母 但两个人日常并不生活在一起 对于亲妈赵姨娘 探春更像是被别人收养的孩子 虽然血浓于水 但两个人之间并没有正常的母子之情 其次 赵姨娘让人爱不起来 赵姨娘没有亲自抚养探春 并不是关键问题 因为贾府这种人家 即便是宝玉 也不是由王夫人亲自养大的 造成两个人隔阂的主要原因 是赵姨娘太不安分了 整天惹是生非 闹得贾府上下都讨厌她 躲避她 赵姨娘就像是贾府内部的瘟疫 就连亲戚史乡云都提醒宝秦 别去接近她 你说这个人的名声坏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选择 谁会亲近这个人呢 第三 赵姨娘不可领遇 她完全听不懂别人的逻辑 也无法接受跟自己不一样的想法 探春几次三番强调理法的重要性 耐心地讲秦跟李的区别 可是赵姨娘呢 她只知道拿血缘关系说话 不但对现在提要求 还想长期找探春要好处 这就是赤裸裸的血缘勒索 我估计还是会有小伙伴说 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亲妈 就应该感恩 就应该照顾 那就让我们反过来看看 如果探春真的像赵姨娘说的那样 给赵家特殊优待会怎么样 确实 王福镇凤姐等人 面子上应该不会为了几十辆银子说什么 但心里会怎么想 作为管家人 多给一点银子不重要 可是不遵守规矩很重要 探春做了这件事 她公平公正的形象就毁了 未来贾府还敢让她管家吗 那些下人们又怎么能服这样的人呢 一个好端端的人 为什么明知道这么做不对 还要去做呢 这一次亲妈让你以权谋私你干了 下一次她让你杀人怎么办 更何况赵姨娘又不是没有尝试过杀人 难道探春非要被血缘关系拉下水 彻底变成恶魔才是孝敬 才是好女儿吗 看到后文我们就知道 不只是探春无情 西春也有类似的困境 所有人都知道宁国府作风混乱 面对嫂子游士 洁身自好的西春 坚决跟哥嫂化清界限 其实 无论是探春还是西春 无情都是不得已的选择 面对所处的环境 他们如果不想被别人拖下水 不想同流合污 就只能这么做 别无选择 下面让我们先读一段原文 然后我再继续讲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请随手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其他 有趣的红楼故事分析了 赵姨娘没了别话答对 便说道 太太疼你 你越发拉扯拉扯我们 你只顾讨太太的疼 就把我们忘了 探春道 我怎么忘了 叫我怎么拉扯 这也问你们个人 哪一个主子 不疼出力得用的人 哪一个好人 用人拉扯的 李丸在旁指管劝说 你娘别生气 也怨不得姑娘 她满心里要拉扯 口里怎么说得出来 探春忙道 这大嫂子也糊涂了 我拉扯谁 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 他们的好歹 你们该知道 与我什么相干 赵姨娘气得问道 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 你不当家 我也不来问你 你如今现 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如今你舅舅死了 你多给了二三十辆银子 难道太太就不依你 分明太太是好太太 都是你们尖酸刻薄 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 姑娘放心 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 明儿等出了阁 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 如今没有长羽毛 就忘了根本 只见高枝飞去了 探春没听完 你气得脸白气焰 抽抽叶叶地一面哭 一面问道 谁是我舅舅 我舅舅年下 才升了九省检点 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 我到素席按理尊敬 越发进出这些亲戚来了 既这么说 每日怀而出去 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 又跟他上学 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 何苦来 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 必要过两三个月 寻出油头来 彻底来翻腾一阵 生怕人不知道 故意地表白表白 也不知谁给谁没脸 幸亏我还明白 但凡糊涂不知理的 早急了 李丸急得只管劝 赵姨娘只管还唠叨 呼听有人说 二奶奶打发平姑娘 说话来了 赵姨娘听说 方拔口止住 只见平儿进来 赵姨娘忙陪校让座 又忙问 你奶奶好些 我正要瞧去 就只没得空 李丸见平儿进来 应问她来做什么 平儿笑道 奶奶说 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 恐怕奶奶和姑娘 不知有救力 若赵长力 只得二十两 如今请姑娘才夺着 再添些也使得 探春早已逝去泪痕 盲说道 又好好的添什么 谁又是 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 不然 也是那出兵放马 背着主子 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 你主子真个倒巧 叫我开了力 她做好人 拿着太太 不心疼的钱 乐得做人情 你告诉她 我不干添茧 混出主意 她添 她施恩 等她好了出来 爱怎么添了去 平儿一来时 已明白了对半 倾听这一番话 越发会议 见探春有怒涩 便不敢以 往日喜乐之时相待 只一边垂首漠视 十指宝钗 也从上方中来 探春等忙起身让座 背急开言 又有一个媳妇进来回事 因探春才哭了 便有三四个小丫鬟 捧了木盆 金帕 靶静等物来 此时探春 因盘膝坐在矮板踏上 那捧盆的丫鬟 走至跟前 便双膝跪下 高捧木盆 那两个小丫鬟 也都在旁 屈膝捧着 金帕 并靶静脂粉之事 平二剑 代书不在这里 便忙上来 与探春晚袖卸拙 又接过一条大手睛来 将探春面前 衣襟掩了 探春方伸手 向面盆中灌木 那媳妇便回道 回奶奶姑娘 家学里 支还银和蓝歌的 一年公费 平二先道 你忙什么 你睁着眼 看见姑娘洗脸 你不出去伺候着 先说话来 二奶奶跟前 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 姑娘虽恩宽 我去回了二奶奶 只说你们眼里 都没姑娘 你们都吃了亏 可别怨我 虎的那个媳妇 忙陪笑道 我粗心了 一面说 一面忙退出去 上一集 探春语重心长地 向赵姨娘解释 从秦和李 这两方面讲 为什么不能按照 习人的标准 给赵家发 丧葬补贴 面对这个生母 探春真的很难受 因为这个人 太不懂事了 那赵姨娘听了 是什么反应呢 她一点都没听进去 这些道理 反而追着探春说 既然王夫人 疼爱探春 探春就更应该 拉扯拉扯赵家呀 如果不这么做 那探春就是 只想着自己 把赵家忘了 探春反问 自己怎么忘了 想让她怎么拉扯 赵姨娘应该自己想想 哪个主人 不喜欢好用的下人 哪个好用的下人 需要主人拉扯呢 你发现没有 因为赵姨娘的不可理喻 说这些话的时候 探春已经带着一些脾气了 明明她已经强调过 要分清主仆关系 可是赵姨娘呢 就是不明白 非要拿血缘关系 搞特殊化 探春也讲过 规矩的重要性 可赵姨娘 非要突破规矩 逼得探春 只能跟她划清界限 这一段也充分体现出 赵姨娘的被迫害妄想症 她觉得 只要是自己的愿望没实现 就是别人欺负自己 她既不关心真正的原因 也不愿意理解别人的逻辑 让我们想想 为什么席人 被大家喜欢和重用呢 是因为宝玉的拉扯吗 至少我没看到 虽然有不少小伙伴 看不上席人 说她卖主求容 但这跟拉扯没什么关系 能让贾母放心 让王夫人看重 让凤姐帮忙 让宝玉依赖 这都是席人 长期努力工作的结果 反过来再看看赵姨娘 她一直觉得 大家踩在她头上 整天要么指望 凤姐宝玉死了 贾桓上位拉扯她 要么指望探春管家拉扯她 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分析过 为什么自己让人讨厌 也没想过 怎么通过改变自己 获得他人的认可 让她成为贾府上下 都讨厌 都避之不及的 不是别人 就是她自己的思维方式 跳不出这种逻辑 她就只能日复一日地沉浸在 被迫害的痛苦当中 而这也是她最可悲的地方 李丸看到这个场景 忍不住过来解劝 说赵姨娘别生气 这怨不得探春 探春是想拉扯的 只是嘴里不能说 探春听了 马上反驳 说李丸糊涂了 她要拉扯谁啊 哪有主子姑娘 拉扯奴才的道理 赵家的好坏 跟自己没关系 哼 你看到没 李丸犯了一个 跟宝玉之前一样的错误 之前宝玉跟探春 讨论赵姨娘不满的时候说 赵姨娘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 言下之意是 因为有血缘关系 所以赵姨娘不满探春 对宝玉更好 是可以理解的 可探春立刻就生气了 说连你也糊涂了 她那想头自然有的 不过是那因为比鉴的见识 她只管这么想 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 别人我一概不管 李丸说的 探春心里是想拉扯赵家的 就是在强调探春跟赵姨娘的血缘关系 模糊探春的是非观念 这怎么能让探春不立刻反对呢 赵姨娘听探春说 跟自己不相干 更觉得委屈了 她说 没让探春拉扯别人 如果不是探春管家 自己也不会来这一趟 现在探春做主 就算多给赵国基这个舅舅 二三十两丧葬费 也没什么大不了 王夫人应该也不会不同意 王夫人是好人 就是负责事情的人 太刻薄 所以才没法让恩德落到他们身上 赵姨娘越说越来劲 她说探春放心 这里要的也不是探春自己的银子 等以后探春嫁出去 那个时候她还要找探春要钱照顾赵家呢 探春现在是人还没长大就忘了本 只顾着攀附贾家 上面这段话就是我在导读部分说的血缘勒索 赵姨娘认为因为自己生了这个女儿 所以就有理由一辈子追着探春要好处 不但在贾府要 未来探春嫁出去也要跟着要 只要探春没让她满意 那就是忘本就是攀高知 完全不顾探春的想法 赵姨娘的话没说完 探春已经气哭了 她反问赵姨娘谁是自己舅舅 她舅舅是王子腾才生了九省都检典 自己平时尊敬赵姨娘 没想到还尊敬出这些亲戚来了 如果赵国基是舅舅 那她干嘛整天陪着贾桓上学 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身份来 贾府上下 谁不知道探春是赵姨娘生的 何必要经常挂在嘴边说 就怕别人不知道 到底是谁让谁没脸 幸亏自己知书十里 如果不是这样 早就跟赵姨娘闹翻了 请你注意 按照过去的礼法 虽然赵姨娘是半个主子 但这并不代表赵家的身份整体改变 赵家的其他人依然是下人 是仆人 跟贾家并没有亲戚关系 所以探春上面的话 是完全符合道德规范的 李丸看到这母女两个闹翻了 着急解劝 可是赵姨娘还沉浸在她的思路里面 唠叨个不停 这个时候 凤姐派贫儿来了 赵姨娘看到马上住了嘴 还主动给贫儿让座 问凤姐好 这个反应很有趣 面对李丸和探春 赵姨娘胆大 胆撒泼 可是面对代表凤姐的贫儿 她就不敢了 这就是雕奴 欺软怕硬的体现 李丸问贫儿的来意 贫儿笑着说 凤姐听说赵国极死了 担心李丸和探春 不知道过去的规矩 如果按照规矩 只能给二十两 不过现在 如果探春愿意多给 也可以多给些 探春这个时候 已经擦去了眼泪 坚定地说 凭什么要多给 赵国极既不是什么特殊人物 又没有突出的功劳 凤姐这明摆着是 让探春破例 拿王夫人的钱做人情 她自己当好人 探春让贫儿传话 自己不敢加钱 如果凤姐想多给 那就等她身体好了以后 爱给多少给多少 贫儿也是一个明白人 她看到这些人在闹 就猜出一半的情况 现在听了这话 就完全明白了 因为看到探春很严肃 她也不敢开玩笑 只在一边垂手站着 上面这一段 充分体现出 探春跟凤姐的不同 这本书里 有两个人光明磊落 一个是湘芸 一个是探春 他俩从来没有 藏着掖着的东西 这里探春 当着大家的面 说破凤姐的想法 就是一个例子 客观地说 在这个节骨眼上 贫儿过来 多半是有人 向凤姐汇报了 这边的情况 凤姐不想探春难做 所以派贫儿过来解围 但是凤姐也犯了跟 宝玉 李丸一样的错误 那就是只考虑到人情 没考虑过探春的感受 大家觉得 放松一点规矩 是帮助探春 其实反而是害探春 探春能在贾府立足的根本 就是是非分明 她必须跟是非不分的赵姨娘 划清界限 才能拥有生存的空间 另外 对比平儿和赵姨娘 我们还能看到 什么叫做懂事 平儿看到探春的脸色 就知道这个时候 不能讲感情 只能讲原则 必须按照 下人对待主子的态度 才得体 可是赵姨娘呢 探春多次强调 这个等级问题 她就是转不过这个弯 宝钗这时 也结束了巡视 来到议事厅 探春等人都起身让座 还没说话 又有人来寝室工作 因为探春哭花了脸 三四个小丫头 服侍她洗脸补妆 探春要怎么洗脸呢 她盘腿坐在矮床上 位置偏低 所以 一个丫头双膝跪下 捧着脸盆 另外两个丫头 也跪着 捧着毛巾和镜子脂粉 平儿发现 探春的大丫头 代叔不在 就立刻上来 伺候探春洗脸 关于代叔和世叔的问题 我之前解释过 在这里再说一次 这是版本差异 探春刚向脸盆伸手 下面那个办事的媳妇 就开始寝室工作 说家学来要 甲环和甲兰的上学补贴 没等探春说话 平儿先批评婆子 说对方没眼色 看不到在洗脸吗 面对凤姐 她也敢这样吗 探春虽然宽容 但如果自己给凤姐汇报 说这些人不尊重主人 凤姐处罚下来 可别怪她 这句话 把婆子下得赶快道歉 然后退出去了 平儿在这里的行动和语言 充分体现了她的能力 同时这也是反称 赵姨娘无知的一面镜子 首先 平儿能够审时夺势 不管平时的关系怎么样 在处理家族事物的场合 都必须遵守规矩 刚来的时候 平儿还想调和气氛 一旦明白了探春的意图 她就马上调整策略 用身体力行的尊重 帮探春强调等级关系 其次 平儿用行动帮助探春 看到探春洗脸 她就主动帮忙 看到媳妇们没有规矩 她就主动批评 这给足了探春面子 在这个时候 探春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支持和配合 下人们看到 就连平儿都畏惧探春 身份都放得这么低 那他们就更不敢闹事了 第三 拉凤姐给探春站台 虽然前面探春批评了凤姐 但平儿还是要站在探春这一边 探春管家是大事 责备凤姐是小事 不能因小失大 平儿用向凤姐汇报 帮探春立威 也是对探春的有利支持 那么探春有没有领平儿的情 她又会怎么处理其他的问题呢 下一集我再接着讲 请随手点赞 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红楼梦 请不吝点赞